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International JV 为什么会讲解一个题目 因为刚刚我最近帮英国的Walwick大学 去教一门master的课程 课程的主题就是International JV 那么我就去找一些案例 我发觉在香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 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 这个就是星巴克 星巴克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咖啡厅的零售店 它就是说你可以当它是家一样的 去很休闲的跟人家去插谈 善意也好 去增进感情也好 就是这个氛围为主 星巴克可以分为集营店 可有Franchise的店 License的店 在美国哪一边 北美洲哪一边 百分之六十是寄营的 百分之四十就是受全人家去经营的 反过来除了北美洲以外 全球倒过来 百分之六十是有合作伙伴 百分之四十是寄营的 在香港它找了一家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这个就是美星 美星是一家专门经营餐饮的公司 它是跟人家去可击可饮的 一九五几年的时候是美星集团刚刚创立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 美星又要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然后他跟香港基地 就是Hong Kong land合作 做他们的物业 因为香港基地 在中环有很多最一流一流的物业 他需要找一些餐饮给他做一些配套 所以就找了美星就可以做 然后一九八六年的时候 八五年八六年的时候 美星又要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给Jardy Mathison 就是其下这个RFI DRI就是Dairy Farm Retail 就是牛奶公司 以前叫牛奶公司 现在他叫DFR 那么他们就是可饮 就是现在的美星 所以他们早就要合作 为什么他美星可以经营美星的酒流 酒流还有很多不同的口味的 金菜也好 上海菜也好 不同的味道 然后两千年的时候 星巴克到香港去东南亚发展的时候 他就找了美星去合作 所以他找对合作伙伴 这个增长非常的快 在香港已经有两百多家店 然后延伸到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也是通过美星集团 去给他去经营 因为家店在东南亚 也有很多投资 他根据他的这个乌业里面去投就可以了 所以找对JV partners是非常重要 星巴克在澳大利亚就没有那么好 在2008年的时候 他开开了很多店 然后商业不太好 然后又关了很多店 所以他可能没有找对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他们去开发这一个澳大利亚 不是好像香港一样 那么精彩 今天讲的International JV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 拜拜